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曾洁明 今天我想谈的话题是 中共极权这个大系统 它碰上这个新冠状病毒的疫病危机 这个大系统它完全不起作用 而且面对新冠状病病危机的冲击力 中共一贯以来屡试不爽 能够应对各种天灾人祸化险为夷的这一套大系统 它是完全挡不住瘟疫的冲击物 完全没有办法束手无力 这个就是反映出中共这个大系统 它的末日正在来临 为什么这样说呢 中共极权 中共这个极权政权 它是一个大系统 为什么 因为中国它是一个大国 大系统它具有很强的自我维护能力 为什么 一个是共产党极权 它是极权当中非常彻底的一种极权 不仅是垄断了 垄断了这个武力 经济 意识形态 甚至垄断了文化 娱乐 几乎是一切社会领域 那么他在邓小平改革开放之后 虽然一度放松 特别是放松了对经济 特别是放松了对经济的这个垄断 但他股指并没有变 他体制丝毫都没有改变 他这种放松是一种收放自如的放松 他这种共产党极权 他这种共产党政权 他这种极权的性质 使他具有很强的对内镇压的能力 因为他是一种这种军事的这种体制 一种高度极权的体制 是一种军事的体制 另一方面呢 就是别的共产党国家所不具备的优势 就是中国是一个大国 这个大国带来的这个优势 就是大系统的优势 他这个系统很大 共产党政权 他这个系统 中共政权他的系统很大 他可以拆东墙补西墙 他可以用这个举国体制 来应对各种危机 比如说面对一个地方出现严重的经济危机 或者是人道灾难 或者是天灾 比如说文权地震之类 他可以拆东墙补西墙 举国之力来支援 然后可以迅速地把这个灾情给缓解和平息下去 还有就是面对着这种经济危机 面对这个经济危机 他这种举国之力 这种举国体制所谓的优越性 拆东墙补西墙的所谓优越性 他表现得很充分 你比如说这个 早到十多年前 中共那个在朱镕基时期 早到二十年前 将近二十年前 他中共银行的坏账就很严重了 但是他通过拆东墙补西墙 把这个银行坏账的窟窿 分摊到每一个国民纳税人的头上 然后他就可以不断地填补这个窟窿 他可以利用可控的这种通货膨胀 再利用这个房地产的泡沫 就过人为的制造这个房地产的泡沫 把这个房产 把这个房价炒高 炒成天价房价 印发钞票 印发钞票来填补这个银行的窟窿 然后以这个房地产 房产的泡沫 来吸收 这个印发钞票的通货膨胀的后果 他就会 他会导致这个房价 这个物价上涨 主要涨在房价 涨在楼市里面了 那么其他的物价这可以不用 就不费大幅上涨 房价猛涨 但其他物价 特别是生活必需品 他不费猛涨 他虽然是节节上涨 这样来他就可以 把这个经济 把这个经济金融的这种危机 对社会的冲击 把它化解于无形 所以中共他这个大系统 他在应对其他的这种灾难 是非常有效的 比如说这个地震 水灾 经济危机 但是碰上这个地震 水灾 经济危机 还有这种各种的群体事件 是非常有效 刚才我还没提到一个群体事件 这群体事件 他这种大国的优势 还有这个中共的这种集权优势 相结合这种大系统的优势 他表现得非常的 也是表现得非常充分 你比如说这个 在早在福温时期 这个中国的那个群体事件 一年都有十多万起 你换在别的国家 比如说你那个东欧国家 比如说朝鲜 比如说越南 如果换在这种国家 发生那么 这个共产党政权就垮台了 为什么呢 因为这国家 他没有这个大国大系统的优势 但中共却成功的化解了 各种各样的这种群体事件 一路走过来 他的这个政权 丝毫没有受到动摇 这为什么呢 因为中共 他这种大系统的优势 他在应对这种群体事件 的时候 他可以采取 他可以采取 这个调集其他地区的 军警 对群体事件 对某个大规模群体事件的发生地 进行围堵 甚至进行断网 进行封城 这么镇压 他就可以 实现这个各个急迫的 达到各个 收到各个急迫的效果 你虽然这个群体事件 此起彼伏 但是他每一次群体事件 中共就可以集中力量 把它扑灭 那么你就始终威胁不了他的政权 那么那有人说 那如果多地发生这个群体事件 同时发生 那怎么办呢 那确实就威胁很大 但中国多地 同时发生大规模群体事件的可能性 是微负其微的 因为共产党政权 特别是中国共产党政权 他把一切的 不要说是组织 就是组织的萌芽 都扼杀在游览当中了 你没有组织 你就不可能形成 全国同步的这种 组织性的 全国同步的行动 也就是组织性的抗争 你这种大范围同步的行动 你没有组织 是不可能的 必须要有组织性的抗争 必须在组织下 才能够形成这种效应 那中共他把这个组织 把一切形成这个社团 形成组织 形成结设 这种空间 它封堵的 严严实实的 滴水不漏 用胡锦涛的话来说 就是滴水不漏 路头就打 滴水不漏 防危度见 所以中国 所以在这种高压下 你是很难很难形成 全国多地大规模的全体事件 同时上野 所以中共这个大系统的优势 它能够应对各种各样的危机 但唯独有一个危机 它完全不能够应对 这个危机就是瘟疫 接下来我会详细的讲 那么中共它这个集权呢 它这个集权大系统 它为什么会有这么强的对内镇压能力呢 为什么有这么强的这个自我维护能力呢 关键就是在于 在于这个 两件事情 两个因素 一个是这个共产党 这个共产党它是一个 超越黑社会的严密的组织 它对社会的控制 它是一个附体的控制结构 是一个金字塔形的附体控制结构 它控制社会 它采取的这个威慑 它采取的威慑 是恐惧 它就采取 它什么东西来控制 你要控制 你就有这个要制约的这种力量 它采取的是一个恐惧 外加这个洗脑造成的痴迷 就是把人通过这个恐惧 下阻起到这个下阻的作用 这个见效很快 中共一上台就大规模的屠杀 镇压反革命 枪毙500万人 然后宣起一波又一波的这个政治运动 进行残酷的掠杀 那么在毛泽东时代 你不听共产党的话 就是人头落地 家人也遭受这个猪年和迫害 再加上这个 封闭的宗教式的洗脑 所造成的这个脑残 就是痴迷的效应 那么它形成一种这种 很自觉 很自觉 这种自律的 这种气氛 全社会 全社会形成一种 这种高度自觉 自律的气氛 而且 就像吃了政治迷魂药一样 那很多人都是不正常的 都是很痴迷的 像那种邪教徒一样的 痴迷和狂热 这种社会 在外加上 这个共产党严密的附体控制 金字塔式的严密附体控制结构 它使得 它的政权是相当稳固的 你一般的风吹浪打 哪怕是文革这样的折腾 你都是无法动摇它这个政权的 要动摇要颠覆这个政权 除非是什么呢 除非就是大规模的这种战争 就是大规模这个外敌的入侵 比如说这个纳粹德国入侵苏联那种 大规模的入侵 或者是这个越南入侵 柬埔寨红色高棉 那种大规模的入侵 从外部 把它这个系统给摧毁了 那么才有可能颠覆 但因为中国是个大国 大规模入侵 外地大规模入侵中国 是不屑实的 哪怕是美国 也不可能下得了这样的决心 除非中共国 它主动挑衅 比如说这个攻打台湾 入侵日本 但是共产党的独裁者 它与纳粹德国 与日本军国完全是不一样的 共产党的独裁者 它是现实的独裁者 说的通俗一点 它就是狡猾的独裁者 它并不是一种像希特勒那样的 理想主义的独裁者 它虽然通过洗澡使得 亿万人民像疯子一样狂热 像邪教徒一样痴迷 但它本人它并不信那些 它不喝这副毒药 或者说它对这副毒药 它是有免疫力的 它根本就不信这些东西 它是骗子 那其他的绝大多数人是傻子 但它不是 它是骗子 这个跟希特勒并不是一回事 希特勒本人就是疯子 是理想主义的疯子 它本人就是处于一种疯狂状态 但共产党的独裁者 它本人并不是疯子 它是很现实的独裁者 所以它绝对不会去招惹美国 或者是其他强大的外敌 惹来战祸 它不会的 所以 像在毛泽东时代 中共的这种极权大系统 是固若金汤的 那么到了邓小平时代 他的主导威慑力量 仍然是恐惧 但他加入了收买 另外他那个邪教洗脑 的作用下降了 他也心知肚明 主要并不依靠这一点 他是依靠一个是恐怖 虽然说 不听共产党的话 不会杀头 一般不会杀头 但要坐牢 甚至长时间坐牢 家人受到歧视 受到压制 这个还有就是收买 这个收买是一个非常重要 是非常重要的 这个一种手段 因为这个不听共产党的话 没有好果子吃 再加上共产党的利用 跟着共产党走 有富贵 有荣誉 有荣誉 吃香的喝辣的 所以 甚至能够过一个中产小资的生活 能够灌着各种各样的学者 科学家的图鞋 社会精英的这种光环 所以 中国大批的这种知识分子 就选择了 就选择上了送江这条船 这次跟这个共产党集权合作 复利复贿 就是这个原因 它靠这样维持的这种系统 它一旦碰上 碰上一个因素 就是碰上一个外力因素 就是这个因素 它能够导致 这个社会成员 对共产党的恐惧 对共产党集权的恐惧 它对 对共产党集权的恐惧 和对共产党收买的利用 它抵不上 这种 这种新的因素 这种新的外力因素 带来的恐惧 那么这个系统就会轰然倒塌 那么现在这个 现在很明显 很明显 现在就有一种 强大的这个外来的因素 它造成的恐惧 它造成的恐惧 正在压倒共产党 共产党政权 所造成的这个恐惧 它造成的恐惧 正在压倒共产党的打压和利用 这个外力就是 新冠状病毒肺炎的疫病危机 那么我接下来说 那么为什么这个新冠状病毒疫病的危机 它会注定会令中共政权 遭受空前的打击 甚至令中共政权崩溃 因为中共政权 这个集权大系统 它对新冠状病毒的破坏 完全没有免疫力 没有抵抗力 它的大国优势 大系统的优势 完全没有用 反而会损害它自身 首先 中共 它的这个举国体制 它的举国体制 它对这个新冠状病毒 它对这个新冠状病毒肺炎 疫病危机的防治 没有用 现在是 现在是 现在是没有任何效果 疫情反而汹涌在蔓延 现在武汉 从上周开始 武汉每天要死上千人 现在殡仪馆已经发生 这个严重的危机 短缺危机 每天四千块钱 每天四千块钱的工资 都招不到人 已经爆出的新闻 就是 四川的这个殡仪馆 要组织赶死队 自渊武汉殡仪馆了 这个就反映出 它封城 它对它封城防疫 对这个 它这种不顾人权的 这种铁软措施 对这个瘟疫 根本就没有用 你那个 它那个举国体制 说白了就是人海战术 说白了就是人海战术 一个是举国的投入 一个是人海战术 但是举国的投入 你科研 科研不可能就是说 像拧这个水龙头一样 你拧大一点 水就大一点 没有那么便宜的事情 那科研它的研发 它是有一个过程的 你要研发出这个新冠状病毒 特别是 这种不断变异 具有不断变异特点的 新冠状病毒的 这种疫苗 哪有那么容易 哪有那么迅速 现在美国 美国的 这个估计 至少都要一年半的时间 才能研发出新冠状病毒的疫苗 你这个全国一哄了 上加大投入 就能够马上 马上个课题制胜 攻克瘟疫吗 这个瘟疫它并不是人 它并不是这个香港 反送中的所谓的暴徒 它是一种看不见摸不着的东西 与这个高科技密切联系的东西 不是啪啪老瓜都能摆平的东西 所以它这个没有用 它举过体制 另外一个举过体制 它的另一层含义就是人海战术 你人海战术对这个瘟疫有什么用呢 反过来反而会增加 你那人海的战术 因为人的密集反而会增加加剧传染 不仅没有反而加剧传染 中共铁碗封锁武汉 习近平这个大笔一挥铁碗封城 但是病毒并不听它的指挥 它封城造成了这个恐慌大规模的外逃 500万人的外逃浪潮 反而迅速的把瘟疫蔓延到全中国 甚至输出到国外 所以反而从这个可以看出 共产党它对瘟疫 共产党的集权大国体系 大国系统对瘟疫完全没有用 反而导致瘟疫这个加剧蔓延 所以它这个 还有它这个中共它那个大系统 它那个集权大系统 它拆东墙补西墙也没有用了 你去调集这个全国的 其他省份的这个解放军武警 你进入湖北有什么用呢 现在只是屠了白白的 造成了一大批这个解放军武警部队的感染 造成了军队的恐慌 你能够像镇压这个群体事件那样调集这个军警 镇压于武刑吗 没有啊 反而导致军警染病 你能够通过拆东墙补西墙 这个通过调集四川 这个两广 湖南 河南 你调集人 调集人的物力 去那里有什么用呢 只能增加 那个更多的人被干扬 所以他这个随着这个瘟疫疫情呢 必然的进一步恶化 这个中共 这个中国大陆啊 民众对瘟疫的恐惧 就会压倒对共产党政权的恐惧 就会压倒对共产党利诱的诱惑 那么这些民众他就会不听共产党的 因为这是性命攸关的事情 另外就是 中国共产党的各级官僚公务员 也会与中共党中央离心 为什么呢 因为中共他下达的各种共产党封锁的命令 首先是从他的利益出发的 是从北京的利益出发的 并不一定符合地方的利益 甚至越来越违背地方的利益 那么地方这些公务员官员 他出于对这个瘟疫的恐惧 他就会违抗中央的命令 违抗习近平的命令 现在已经很明显 现在习近平为了避免 因为害怕国家停摆 导致经济崩溃 强令全国私营企业复工 这个复工造成了几千万人流 必要会大大加重疫情 现在很多地方当局 对这个命令都非常痛恨 执行当中 都多多少少的 这个在添水分 都在敷衍 想方设法的敷衍 甚至有的地方拖着不止行都有 他这个习近平的这种 满痕这种铁碗做法 反而导致他的微信继续下跌 越来越多的官员公务员 对他的这个命令 对他的命令 感到质疑 感到这个 感到不理解 甚至愤怒的时候 他的地位就会遥遥欲罪 他的权力就会遥遥欲罪 所以综合以上所说的 完全可以预见 中共政权 很可能因为这个新冠状病毒危机 而崩溃 好的谢谢大家 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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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